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。 今集同大家再補充多少少疫情相關資訊。 昨日記者會有記者、傳媒朋友問政府, 如果市民到農曆7月份有市民要消介衣,那怎麼辦呢? 衛生局指,無論澳門處於鞏固期或其他時期, 都不適宜有太多聚集, 強調就算進行傳統儀式, 亦都要儘量避免聚集的原則。 而其實以我所知同記憶中, 就好少有人會圍在一起去消街衣, 好少好少的, 因為你不是開派對的, 大家那些製品或者宵夜那些東西, 就會自己走在一邊一份一份地放在街邊拜, 拜完之後就搞定了它, 就好少會說聚集的。 因為如果是搞到像他所說, 燒雞聚集的話其實是好恐怖的, 你那些灰是吹到龍捲風似的, 因為你那些好兄弟過來拿東西, 肯定是會是龍捲風那樣搶東西的, 所以應該就不會有人這樣玩的, 和你那樣一齊燒, 大家都覺得是怎樣說呢? 我燒我的, 你燒你的, 大家不要撈亂了嘛! 我給的人和你給的人搞亂了怎麼辦呢? 等下下面收不到麻煩了嘛! 我想政府應該就不用擔心這個聚集了。 我講過笑話啦, 如果是夜媽媽警察, 見到有人在燒街衣, 但是就有好多人圍著, 她到底是想去查證證好啊, 還是當看不到呢? 跟著還要加上那天還要是7月14日, 那如果給我的話, 我都真是當看不到算數咯! 當然啦, 現在這個只不過是開玩笑的, 但照正常情況來說, 小介衣應該不會一大班人聚集的, 因為這麼多年來我都見過很多次, 就算是疫情期間上年和前年也有見過, 都沒有人會是圍在一起燒BBQ那樣的。 今集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面留言, 我們下集再見啦, 拜拜!